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软件 就是极致通讯的软件 有点类似于我们用的微信 但是呢它这个呢是更安全 叫Telegram 它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极致通讯的一个软件 它的作者呢是两个俄罗斯人 就是这两个人杜洛夫兄弟 然后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英利性的公司 他不像微信 像微信的话他是要挣钱的嘛 而这个公司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组织 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它是设立在柏林 它的客户端呢是自由 并且开放原代码的这种软件 然后用户的话呢 可以相互的交换加密 并且可以自毁消息 发送影片照片 所有类型的这些文件 你都可以发 它的限制比较少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版本 有手机版有桌面的有网页的 就是多种平台它都有 然后这个Telegram呢 它的首发日期呢是2013年 距今也就有7年的时间吧 它现在已经有4亿的用户了 语言版本的话也非常多 但是呢它唯一的就是没有中文版 不过呢现在有人做那种汉化包 后续的话呢我也会告大家怎么来做汉化 这个Telegram这个软件呢确实是不错 它最主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传输是端到端的这种加密 非常安全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到Telegram的这个主页去看一下 好这个呢就是Telegram的这个主页 它的网址呢就是Telegram.org Telegram.org的话就说明它是一个组织 而不是一个公司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 大家看这边有它最近的一些新闻什么的 它的用户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在4月24号 已经到达了4亿的用户 还是非常厉害的 这是它主页上的一些关于它的一些 也是算是一个广告吧 或者一种宣传 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就是 它这个主页用的好多都是这种卡通的这种动画 挺不错的 然后它的版本呢有PC的 有Mac版还有Linux的 都有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要切换到电报呢 其实我前面也说了 它是安全的嘛对吧 这里面也介绍了 它的私密性非常好 然后呢 凡是你在这个Telegram发的这些消息 它都是经过高度加密的 但是在微信里面就不行 另外呢 另外呢它的这个传输比较快速 然后它是基于云的 这种消息传送 下面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些特性 分散式了打开了是自由的 它是永远是免费的 而且还没有广告 也没有订阅费 它这些呢都是跟微信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说它比微信要好的很多 我推荐大家有条件的话 都要用Telegram 以后可以尽量不用微信了 或者说少用微信 另外呢 它可以保证您的邮件不受黑客的攻击 并且呢 它还对你这个媒体和聊天的这个大小 没有限制 换句话讲 就是说它对你传送文件的这个大小 它的这种限制 我理解啊应该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你看你要像在微信里头 你要传文件的话 你最大你是不能超过100兆的 它这个就可以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Telegram能做什么 大家看到了吗 这些有很多了 有连接坐标 你可以还可以同步 另外的话 加密 有个人的和商业的这种机密 你都可以加密 很多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 来下载这个Telegram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Mac电脑上 所以呢 我就下载这个Mac版的这个Telegram 大家呢 除了在这个Telegram这个网页上来下载 也可以呢 如果说你要是Windows电脑的话呢 你就在这个主页上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要是苹果电脑的话呢 可以在苹果商店里面去下载 这里呢 下载我就不具体讲了 因为那个非常简单 你去那个苹果商店里面去搜索一下Telegram 然后呢 你把它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安装完以后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苹果电脑上 它就是这个图标 好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电报的APP以后 它弹出来的是这么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里头呢 我们现在要注册一下 我们要想注册这个电报的话 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电话号码才可以 其实你这里头呢 你用国内的电话也是能够注册的 但是呢 我呢 就不用国内的电话注册了 因为我是觉得 用这个国内的这个电话来注册的话 可能会泄露个人的隐私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用我 之前获得的这个谷歌voice这个号码来注册 关于谷歌voice这个号码怎么来获得 我在我的那个频道里头的 有几个视频 是详细的介绍了那个过程 大家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就来注册 国家这块呢 我就来 国家这块呢 我就来修改一下了 因为我用的是谷歌voice的 所以说我把国家这块改为 给美国 好然后现在我输入我那个谷歌voice的这个号码 现在这个号码输入完了 然后呢 我点next 就是下一步 在我点下一步的时候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的网络的话 是无法正常来使用这个telegram这个软件的 因为目前的国内呢可能还不能使用 所以我们只能用科学上网的这个网络环境 才能使用telegram这个 即时通讯的软件 好 那咱们下面就开始 呃 这个号码我输完了以后 我就点击下一步 好 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我这个手机号发一个验证码 我来收一下 现在把那个我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屏幕 投屏到了电脑屏幕上 大家看到了吗 他给我发了一个验证码 现在我把这个验证码给输入进去 输入完了以后 我就可以来正式的注册了 下面呢 就是输入名字啊什么的 这些就随便输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这个 telegram的这个页面了 因为我这个之前 我已经注册了一个telegram的账号 所以说呢 这里头有我之前注册的这个账号的信息 我之前我是拿我另外一个 谷歌voice的这个号码 我注册过一个账号 现在这个呢 是我第二个这个telegram的这个账号 每个账号绑定了一个谷歌voice的这个电话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我把它给放大 大家也都看到了 它这里边呢 都是这个英文的界面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语言 但这个语言呢 这里边呢也没有中文 有其他国家的文字 但没有中文 所以后续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个汉化的语言包 今天呢 这个注册的视频呢 我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telegram的这个 汉化语言包 怎么给它安装 另外呢 也介绍一下telegram的相关的功能 和如何来使用 如何来加群 如何来加朋友 好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那么就请大家 给我的视频点赞 另外呢 也订阅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